我們國家從2002年開始陸續追蹤政府資料開放跟公文政策網路參與這部分 希望說可以跟國際開放政府趨勢接軌 想要請教唐政委的征服作這邊 您對於政府資料開放跟公文政策網路參與這個部分 您覺得我國目前的進展是怎麼樣 然後對於我們國家未來展開開放政府的政策上有什麼樣的構想 就是今天我也就是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先講 可以選嗎 好啊 其實因為我也是這兩年多來才比較開始接觸公文的資料開放跟公文的參與 其實我一直都還是在學習 然後老師已經坐了非常久了 對 這兩三年來我想我們做Open Data主要的一個方向在上任政府裡面 主要是一個由上而下就是Top Down的一個做法 那包括可能說所有五千萬以下的自封訊系統 只要不牽涉到國安跟個資跟明年利益 都必須要變成Open Data by default 那也就是說所有的政府的產出的資料 它都應該是用開放的格式 意思是說不特定廠商也可以打開的方式 就是容許民間去給它改作 例如像說你本來的資料想散開好幾個誤會或舉出 但是我如果今天要寫一個新聞 或是要做一份採訪報導 那我就可以動態的用資料新聞學的方法 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 我們都Remix 那這個東西在以前 只靠政府資訊公開法其實是做不到的 那這裡後面的一個重點是開放的授權 它授權民間 善意地去使用政府這邊所提供的所有的資料去做 不管是社會公益的應用 像剛剛講的調查報導 或者是商業的應用 那我想目前這兩種應用在台灣都非常的豐富 那尤其亞洲各國來講 尤其在社會上面的應用 台灣應該是 應該是垂犯亞洲吧 這樣子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 它這樣的做法 當然以我的理解 也造成了事務人員的不小的自擔 等於說他們在本來的工作流程之外 還要再做一份 就是給機器格局的或外面的一個版本 那以我所知 就是他們在日常的作業當中 直接以別的互惠的open data 作為它的決策的一份 這個仍然屬於少數 那這個會是 在open data上面 我會想要推動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那這個是我以前 就是很有限的當公務人員的 就是訓練的老師 或者是consulting 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那當然我進來之後 可以慢慢再看到更多 就是別的資訊 就是比我剛前來 一個禮拜的想法 看到誰的想法 好 剛剛是講兩個嘛 一個是政府的資料公開 那這個部分是 政府政府政府的公民參與 就網路上面的參與 這兩塊 那我覺得 基本上這裡講的事情 算是在開放政府這個大的 目標下面的一個先起工作 意思是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就不只是這個事情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就是說從102年開始 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 那但是我們如果回歸到 就剛剛講說開放政府這個事情 我覺得它 那它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思想 是一個態度 特別是它把它放在這個民主 民主的發展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階段性的 對於政府角色的一個 一個重新的思考 然後會從這樣 會衍生出說 去思考政府跟風靡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進一步再去想說 那個時候之間 可以政府可以播做些什麼 來讓這個所謂的民主做得更好 這樣 我覺得是放在這個 這個大的脈絡下面 來看這個事情 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是當然 就是說它也在 目前在填補這個 代議制度的不足 就過去我們選出民旦 民旦再來 來監督政府 然後要求政府做一些事情 所以它也有一個部分在修補 或者是填補這個 代議制度的不足部分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而且已經有一個好的起步 那我覺得觀察 這兩三年的這個努力 我覺得大概有幾個部分成果 第一個部分應該是說 它已經建立了中央機關 開放資料的這個一個機制 比如說也要求行政院跟二級機關 都成立了這個開放資料的資訊小組 這個機制也建立起來 然後各個部會他們也會開會 然後特別是在這個小組裡面 它也納進來民間的人事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它會有一些 帶進來一些想法 刺激部會 然後他們在開放資料的時候 可以做到更好這樣 所以這個機制也建立起來 那第二部分是說 也確實都有前面的這樣一個操作 那點腰的各部會 從原本不太知道該怎麼開放資料 甚至有點抗拒 那到慢慢的開放資料 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雖然各部會的腳步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也做到一個成果 就是那個開放的數量 這樣持續的增加 這是第二個成果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剛剛講的公共政策的網路參與那一塊 那那一塊我們也出入建立了一個機制 比如說Jone有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也提供了一些 比如說管制重開獎 或者是提點子這些事情 那這個東西經過這兩年這樣操作 特別是最近 你看到它的那個社會明健度就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就過去的經驗 應該是這三部分已經有一個初步的成果 我覺得這是目前看得到 那當然也從這邊 我們就會往下展望 就希望就是說 那怎麼把它做更好 那也就跟剛剛三個成果有關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建立的那個機制 原本是比較是 極限在於行政院跟二級習慣 那我覺得往下應該是說它往下 比如說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的這個開放資料的部分 我那天也特別跟安安市政府這邊的那個人 也有討論 他們就說縣市政府基本上是沒有成立一個開放資料的諮詢小組 那我就說那我們要不要下去讓我們來選縣市政府也成立 也一樣 比如說那也把民間的人事也納進去 那在地方政府的開放資料部分做得更好 那甚至是說 他們也覺得說那也 也許也可以討論 不一直侷限在開放資料 而是一個開放政府的一個委員會 或什麼樣的地方政府 它就可以關聯 包括公民參與 包括開放資料 都可以是一個 有一個在地方政府的一個諮詢的機制這樣 所以這是一點 就是說 如何往下閘燈 到地方政府這個層次去 讓開放資料的部分可以做得更好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點是 我想很麻煩的話是說提升品質 就開放資料的部分 就是說那個資料可不可以用啊 那是不是周全啊 那我就想到一個事情 因為現在你如果真正去看那個 各個部會跟地方政府開放資料的狀況 我們那邊再談一下 那問題為什麼 比如說你看縣市之間差異也很大 比如說直轄市是一群 非直轄市是另外一群 那直轄市的這一群裡面呢 比如說做到相當的速度 或者數量比較多的 比如說台北市就2000多 對 但是台南市 台南市只有600多 對不對 那非直轄市的那群呢 哇 落差更大 比如說我看數量最高的 大概是加一線 加一線就400多 那那個那個 連江自己贏耶 然後那個第二名 都是第二名 第三名的苗栗線跟恆富線 也都是有第一或二這樣 所以那個落差也很大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 大家的數量能慢慢的提升上來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比較 不同部會公佈的資料 或者是限制公佈的資料的時候 你就看到說 其實有些類資料應該是 它都可以公佈的 某些資料類型 這樣的話才有助於 也許要應用上面 它就可以比較 可以比較普遍嘛 比如說我通常某個資料 有些限制有公佈 有些限制沒有公佈的時候 就會變成 沒辦法做全國性的分析 所以這類就是說 如何讓某些類資料 經過檢視之後 我們可以建議說 這類資料是不是全部公佈的 因為有人退個部 你又沒有理由 沒辦法公佈嘛 對不對 所以就讓他那個資料 能夠比較齊 有些基本的 是共同能夠做得到這樣 這是第二 我覺得那個提升品質 那部分大概可以往下這樣做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那個 有些類的東西就是 你剛剛講說太棒了 這叫公民參與員那一塊 我覺得縣市有些縣市地方 怎麼做得也稱之不齊 比如像台中市 他們的包括那個 參與市預算他們就做了 所以這個部分開放的這一塊 也可以鼓勵有些縣市之間 互相知道說 有人做得很討論到什麼程度 那某些縣市也願意跟上 所以我覺得往下確實 我們在前面建立的基礎下面 往下確實還可以砸燈 然後比如提升 然後擴展這些部份 再還有很多東西 這是大陸的觀察 對 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參與這部分 我完全同意 因為其實眾議商人目前提點 我們可以看到 最受矚目的其實是比較全國性的 或者是好比像說兵役法應該 這個大家都要去當兵之類的 就這樣子的 這樣子 它當然是非常有話題 能見度也很高 然後確實也能夠讓各部會 比較熟悉這種 在網路時代 怎麼樣跟我們做對話 但是如果要深化 讓大家覺得說 我真的能夠影響我的生活 的話其實無論如何 還是要回到地方去 這是我完全同意 就是曾老師的看法 然後呢 在剛剛相同資料類型這方面 因為其實我們碰到的 不只是說 同樣的好比像說的土壤 或者是相關的資料 每個現實釋出的顆粒度 精細度不移 或有些乾脆沒有釋出 而且還有就是說 即使顆粒度差不多 但是它的核心 可能 對 可能無法統整 或者它的單位也就不一樣 同樣是時間 它自己的方法也不一樣 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從民間要利用的時候 它就勢必只有那一個現實 能夠去用那一個現實的資料 它沒有辦法去做整合 也沒有辦法去做全國性的東西 那我現在的想法是 初步的想法 是說 這裡面有一個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們當時採買那些 資訊系統的時候 一直在裡面其實並沒有 內建一個開放格式 或者機器可讀格式 的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那如果它採買的時候 廠商已經給它 某種機器可讀格式 而且最好是開放格式的話 那其實 這有點像是 我們在退伍障礙 就是人你可以看一個網頁 那盲人其實也應該 都看那個網頁 那其實機器就是一種盲人 它沒有辦法看 就是用圖片做出來的PDF 對 它一定只能看結構法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在 不管是有利標 或者是其他地方 去盡可能的鼓勵 大家在採購下一個年度 或下一個就是 維持Cycle的資訊系統的時候 盡量就把機器可讀納進來 這樣子才可能在 不造成公務員 額外麻煩的情況下 我們取得就是能夠 互相轉移的這種開放資料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後來 歸於這些東西的基礎 因為沒有這個的話 其實到最後都是業務同仁 自己手動去弄 你放一個業務同仁 像格式也會比一樣 對 還是需要有自動的話去做 兩位剛剛對於那個開放資料 我們會談比較多 你會再多談一些就是 關於那個公共政策網路 未來公共政策網路參與這個部分 未來政策上有什麼 就是那種想法 或是未來的情況 這個剛才其實副作員提到 我們這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的平台 上面已經有幾個方向 所以說大家目前所守之的 就是中台講題點 是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部分 已經受到滿多的矚目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部分 還會再繼續加強它的制度化 就是它有些的工作 必須由各部會熟悉 讓他們這麼有提到 必須熟悉怎麼樣去公務員 或者是護會 怎麼樣熟悉 利用這個網路跟那個網路的公民 去做一個直接的對話 去做參與 這個副作員在第一點就有提到說 像這樣的一個機制的話 是代議制度的不足 我剛剛覺得說這個是滿不錯的 甚至於如果能說 持續發展下去的話 將來有沒有可能會去做到 直接式的民主 當然這個並不是說 有所謂的全民的 但是它有一個擴散的一個效果 可以利用這個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的這個機制 把這個代議的這個制度 再把它擴大 變成參與的人數更多 不是只有選王明代之後的 參與度感覺會下降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公共政策 在網路上面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但是還是強調就是 誤會之間要能夠跟著上這樣的一個角度 透過網路能夠去跟民眾做直接的對話 也是會不錯的 不過我們也很高興那個 就是說後來立法院 看到就我們平台的那個效果 所以他們也願意把怎麼說 讓民眾 就是我們立法院那邊也提供一個平台 讓民眾對於有些要修法要立法 跟法案這部分的一些意見 可以到那邊去 其實算是 算是重開獎 或提點子 提點子 算是提點子 對 他也是一樣要有一個門檻 他連鎖什麼這樣 那這個事情 我覺得也是 廣義來看公共政策 我們參與 你管 就是說 要牽涉到法令部分 那我們過去常常講說 就是要創制覆決 這些東西就是創制 創制權 就是民眾 那你透過網路去 它更容易更簡單 所以我覺得 大概應該是 它是年底會不會 年底 預計年底開始失敗 對 會失敗 那明年大概就整個 這樣公開出來 我相信如果民眾 能夠善用那個 那個平台的話 可能 關於對法的看法 甚至有些 可能大家過去也沒有想到的 某些法令 他們都會提出來 對 或者是某些法令的 缺陷的部分 你透過那邊提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跟進去 考慮的話 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有把你影響的 我覺得我們這一屆的 立法院是特別open的 就是它過段是態度上 就是他們自己的協商 自己的紀錄 自己的所有這些 跟行政機關 就是之前是 他們都已經匯集完了 然後我們才收到 但是等於他們匯集的過程 他們也非常願意去公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不一定說 代議制度就這樣子被取消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吳寧是說他是增進 本來在一個行政中間 好像有點各作各的 但是現在是讓我們中間的 結合更為緊密這樣子 對 謝謝 好 好 然後我們再談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部分想要請 比較談政府 就是說您之前有查 運樂臨時政府 跟re Taiwan 這個部分 那就是很好奇說 您從公民社會 然後現在進入的公布 這個角色上的轉變 對您 遇過什麼樣的想法 您的身分上 任務所欣申的事 其實我當時在跟原本院長 interview的時候 他問我說 是因為使命嗎 還是因為什麼 這個才進來嗎 我就是說 是出於興趣 所以 對 對 興趣使然會增委員 但是 這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因為 我過去 一兩年 其實就是方澤 一開始 主席長山珍 政委員 後來到部長的 會員 然後 以及後來他有 叫蔡玉婷政委員 進來去進行 這方面的協調 那其實 我之前參與的部分 比較是說 他們在公民科技上面 有一些可能覺得外面來做 會比政府裡面的人 自己做比較適合的地方 運用類似群眾外包的這種方式 那所謂群眾外包的意思 就是說 他不是包給特定的廠商 而是說 我就是有這件事需要做 然後明鏡有誰把它做的 公務門好 那公務門就拿來用 這樣子 是這樣的一種想法 那我覺得 我當時就是群眾外包的 幾百萬個群眾之一嘛 那 對 但是也幫就是教育部 或者幫國發會這邊 做了一些 一些案子 那 我是覺得說 當時那個群眾外包的精神 讓我看到說 公務門跟公民社會 以及私務門中間的關係 不一定像是以往為單向 然後或者是一年才renew一次的 就是我開了一個標案 然後誰來做 然後我這邊檢額 什麼之類的這種方式 相反它是一個 ongoing的 就是說 我這邊很誠實的說 我有某些問題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那 然後問民間說 有沒有更好解決的方式 那民間要是沒有的話呢 他也可以去問說 政府手上有沒有還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提我們 我們才能幫忙想這件事嗎 那 所以這樣這樣子一來一往 它是一個非常 雙向的一個溝通 沒有哪邊佔據 完全議題的主導權 那所以之前在幫忙 規劃B台灣這個程序的時候 我們有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每一個議題 它的議程的設定 就是要怎麼樣討論這件事情 它必須要是由公務門 私務門 跟公民社會 三方共同組成 這樣一個小組來推動 那這個是B台灣當時的一個 比較不常的常識 因為Jong它當然是官方的一個網站 它必須是GOB鐵提案 它必須是由部會 或者是由國發會這邊 來做一個主責 那B台灣因為當時 是放在民間的一個伺服器上面 那所以說我們當時的做法就是說 政府部門只是承諾 它是公開提供資料 以及定期的回應 但是具體這些資料 它怎麼被討論 完全是由這個 無方利益關係人的這個小組 來決定的 那後來我們實際試下去 就發現說對於某些議題 它比如說利益關係人 都善於使用網路 它的文字能力都很好 它比如說要修訂一個法案 然後律師啊 會計時啊所有人都能夠在線上 那這種就能夠做得很好 好像公司嘛 就很快地修完了 但是有一些議題 其實它利益關係人 不一定都會那麼善於使用網路 像Uber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其實開計程車的朋友們 就是它收到網頁會上來投投票 然後也確實會看直播 然後也會參與 可是你問它說 這整套東西具體它是 它的政治學 或者是它在 它在政策制定的來過程 這個公共會有什麼不一樣 或者是什麼 其實很多司機可能它參與完了 也不一定記得說 這是怎麼樣的東西 那這畢竟跟他們的生活經驗 會比較遠 那所以我們當時是盡力的去彌補 但是我覺得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在當時病院 也要來一個很完善的程度 那反而是後來一些地方政府 用救援平台 像台北市社會局的公共住宅案 那或者是說 當時在救援平台 開放給地方政府之前 就有非案行存案的這些案子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接近是挨家挨戶的 以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實際怎麼能參與 參與的過程會怎麼樣 放到網路上 等等這種方式 不是像以前在V台灣務委案 它只是通知一次來開會 再通知一次來討論 再通知一次 就從建議處處這種三次 他們是不斷不斷的 五次 七次 十次 二十次的籌備會 這樣子去做 那我是覺得說 未來還是會需要地方政府 以及實際第一線的公務委員們的幫忙 我們才能夠真的碰到利益關係 那在之前 我們在V台灣 吳明是說 建立一個想像 是說 是可以這樣子做 那但是你要落實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公務委員會 應該要落實 這是大概的想法 我是覺得那部分大概就是說也是進展中 就慢慢慢慢進展 而且來看關心的人以及異己是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應該你附近的模式說一定怎麼操作 就是把網路這個事情當中的工具 那他可以 也許在某一些人 進變可以用它 那是對 剛才講像Woole那個 巨型特斯基 對他們母線 母線危險對他們就有點困難 但是這個東西大概隨著時代也會滿不敢 等下十年後的巨型特斯基搞不好 就是 使用率就很高了 對 所以也是階段性的問題這樣 那我覺得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摸索 就是說 但是那個核心的價值是說 我願意把這個公務政策這部開放出來 讓大家來討論它 然後來共同來思考 那也許現在就是工具上面 大家只能用到這程度 那也沒關係 只是說你們用心是這樣 但是解決了某些問題 隨著工具的進步 也許那個參與效果更好 我覺得當然這個裡面 後面還有一些問題可以談 就是關於網路的這個民眾參與這一塊 現在大家都很容易講話 對不對 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跟一切是不是那樣 我覺得還有很細緻的東西可以談 還有一個問題來講 對 因為我剛剛說是出於興趣 是因為我在加入Nable之前 那我的興趣就是研究主題 我把它叫做就是ICT-Nable 就是使用自動訊技術 叫做Scalable reasoning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平常都是一對一講話 但是後來除了電視啊網路這些東西 它讓一個人對幾百萬人講話 對得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我們就會有非常會講話的人 像邱吉爾 邱吉爾摩西特 對 他們都在會講話 然後世界答案就出現了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它是不對稱的 就是說工具讓一個人可以對全國的人 或全世界的人講話 可是其實並沒有相應的工具讓大家聽 就是很有效率的去聽全世界的人講話 那網際網路它出現當然是第一次 我們透過就是不同的 我們叫做有點像是現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說的是對等的 當我在講的時候我同時也可以聽 那當我自己在看好像說社群媒體的時候 我同時也是內容的提供者 它是一個雙向的概念 那所以從這個雙向的架構上面 我們就可以長出 我不是只是看說我PO一篇文章有幾十萬人看 相反的我可以是把幾十萬人的文章 收成我能夠用的意見 和這樣子一種技術 它是兩邊的難度是相同的 只是說後面這一邊願意開發的人 不願意投入研究的人 是比較晚期才投入的 因為它不能馬上轉換成功到收影 那但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無名是後面這一種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有效率的 聽幾十萬人的想法 對政府來講是更有用的 因為政府已經現有各種last mile 我們要通知某個訊息給所有人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透過不正式入手 透過警政系統 透過各種系統 網路只是多一種傳達的方式而已 但是我們本來的那些受意見的方式 不管是民意調查 不管是電話訪問或什麼東西 它其實都有非常大的局限 就是它是完全是幾乎是涉及那個試題的人 他可以事前去設定說 我想要聽到什麼程度的東西 但是如果超出那個試題設定的範圍的意見 我們往往沒有辦法就是補進來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是像剛剛曾老師說的 往往是這些東西 這些在本來立法者或是行政者考慮之外的 這些東西才是我們真正想要聽的東西 那在之前並沒有一個很規範性的 跟系統性的方法去取得這些大家的意見 那所以因為這是我的研究興趣 所以我就會想說 我們透過之後每一個公民參與案 去試著跟民間社會跟就是私部門 一起找出適合那一案的最式程序 大概是什麼 每一案的就像曾老師說都不一樣 但是只要這個程序的討論過程 跟製定過程本身也是公開的 那這樣就像參與預算 其實每一個縣市它的財政狀況不一樣 並不是每個縣市都可以說 一、九、九、九個參與是預算 但是無論如何 台北市做的這個過程 因為它是公開的 那它別的縣市就別量身打造 它不一定要從頭開發 它不一定要做成它的系統 那同樣的台中、高雄、台南 之前都有做各種不同的參與 也不一定是預算 但是所有這些參與程序 我覺得它本身就是一個公有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commerce 那這個東西就不像我們行政程序 或者是法令規章 只有特定的人可以修改 相反的即使是一個公寓大廈 還有一個人館 它也可以拿我們的這些東西 去讓它自己運作得更好 我覺得反而是這種 第幾可見的東西 是我們需要接下來去努力的 對 剛剛你請教政委這個問題 就是要問說他從民間進來 我們可以要的期待 就是說也確實就是說 透過政委過去的經驗跟 也許你的網絡 一些部分 確實是可以幫這個原本的政策 也許一個部分是說 開出一些不一樣座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說 也許有一些新的事物可以帶進來這樣 那我舉個例子 我跟你講那個 孫偉也跟你講有沒有 就是說上次那個 真正文化部一個市長 他跟我進行 他的觀察 他問他都說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提要說 新南向政策 對 新南向的這個區塊 差不多六億人的這個區塊裡面 市長有近白種羽 對不對 那比如說 即使說一些 使用比較多的 比如說印尼啊 越南啊 都不一樣 OK 但是 那可是我們跟這些 比如說現在就已經很多 比如說他們很多來這邊當 就是外用啊 這些工作 他發現喔 他們這些外用 他們自己透過網 透過那個手機的聯繫 他們有一個他們的社學 對不對 那他們也有他們的 理解台灣的方式 甚至去做母學系的方式這樣 那但是 那所以 他們用他們的語言 跟 用中文之間 怎麼去借接 怎麼去翻譯 就變成是一個問題 是啊 那 但是呢 那我們現在比如說在網路上面 我們看到可能 Google會有開發的 比如說中文英文的這個 翻譯年糕 這些工具 但是相較這些 因為他使用人口相對比較少一點 我相信他已經排在比較 後面的開發的 幼稅順序 所以他就建議說 那政府 我們政府可不可以在這些地方 因為我們自己想要去面對南方 那想要去南下政策 那要跟他們做朋友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把這部分的工具 把它提升起來 由政府來做 那他提到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跟那個楊文偉 想這些 直覺上覺得這個 哇 這好帶著工程一樣 那他後來 後來又有些朋友說 這個過去 那唐鳳雄這邊就有情形處理過 你們當後有網路的一些夥伴 然後大家幫我做原住人的 中文字典 以及中文原住民 還有中文英文 對 所以 所以也是用這樣子的模式 他可能就不是一個什麼 由政府 別一個錢去委託我們公司 來做個什麼標案 來幫我做 泰語跟中文的什麼 不是這個 那可能是一個 一個新的工作模式 那有可能的話很快 會做到一個程度 而且可以不斷地修改 對不對 但是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才會有做起來 意義是很不一樣 一個是真的是說 比如說 我們政府真的是要面對南方 第二部分是說 也很希望把一些 基本攻擊把它解決 就是撥通嘛 對不對 那大家在閱讀 這個事情 跟我在泰文市政府的時候 曾經也有照書 他們聽過來說 你看喔 現在已經那麼多的 那個外籍配偶的第二單 那我們的教育部門都沒有 比如說你到台灣市政府 教育體去 你也拿不到一份 比如說用泰文說的 關於學校裡面的 相關教育的資訊 那這東西 教育部只要做一套就好 教育部可以幫忙 這些這些做出來 泰語的越南語的 什麼什麼這樣 那對於這些外籍配偶 他要跟他的小孩子 他要了解這個教育的相關資訊 當下就能夠知道滿多東西的 這樣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就要做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表現出那個態度 那第二部分是說 我們台灣如果優先來做這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也對於這些地方的 他們的資訊的 資訊運用其實也很足夠 這樣 所以這樣 這個也是像這個 可以來發揮 對 這個是在我就是主辦的 之前主辦的一個 就是每兩個月的活動 叫做盟點送 對 那盟點就是我之前有提到 就是我幫教育部去 好像說 教對他們資料裡面的問題 那其實不是我教對 是我做了一個介面 讓幾千億個人 還幫他們教對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大家會固定聚會 那當然因為我入歌之後 所有這些主辦 包含 比台灣跟盟點送 都是交給社群朋友 但是在當時 就是我還在民間的時候 紅點送它其實就是一個場地 然後當時呢 就是老師剛剛提到這個例子 就是有幾位阿門族人 他們會想要就是 繼續讓他們的語言 就是小孩能夠學嘛 可是他們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叫做language circle 就是小孩會需要 在一個支持的環境裡面 他知道這件事情 他華語會講 那他這個就會 要有人告訴他說 阿妹怎麼講這個東西 那所以後來呢 他們具體想到的方式 就是online 或者是用facebook 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只要小孩 加了他當朋友混 那他就可以加入一個群組 那這個群組裡面 就有董阿美宇的一些長老 或者一些朋友們 那一些語言學的朋友們 那但是呢 即使那些人不在線上 小孩還是可以跟機器人問說 嘿 這個東西要查佈 那阿美宇怎麼講 那機器人會跟他講 那但是如果他問到一些 比較字典上面沒有的字 那就是長輩們 或者是語言學家們 就會告訴他說 這個阿美宇 你要用一種比較創意的想法 對 因為當年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把它 用一種創意的想法 那在這樣子的討論的過程裡面 這些語料 我們叫做語言資料 它就會被機器記錄下來 那慢慢慢慢的 這個東西就可以用來訓練 我們叫做機器學習 就是訓練一個腦子 讓他以後碰到這些新的詞的時候 才能夠去做翻譯 但我覺得這裡的重點是說 他是由阿美族人 以及研究阿美族的語言學家們 自發發起的 它不是一個教育徒的案子 它也不是一個 我要他們去做的東西 或者是今天看到這個需要 那我們只是提供那個場地跟工具 所以確實就是如同張老師說的 因為我們在阿美語 以及之前華語英語上 都有一些貢獻 那所以如果其他的就是 難道語系或其他別的 跟阿美語比較近的 當然馬上就拿去用 那但是其實印尼文 或者其他的文字 語系也沒有那麼相同 所以還是要修改 那這個修改必須要有他們內體的人來做 比較不太可能是我們自己做 那像這個我們大方承認說 其實不適合我們做 可是這個態度我覺得是第一步 然後慢慢才會有人願意進行 還也可以結合 比如說如果 因為現在 下一步的部分是說 希望我們去大學 就增加招收東南亞學生 所以以後不要也許什麼 這些喬生啊 這些東西一些 對 多可能 對 就是提供他們的他們工具 那我說我是工夫的工夫啊 就是因為這些公務員朋友們想 他覺得 目前需要什麼工具需要開發 那我可以幫忙連結 就是已經在開發這些工具 大概是這樣 謝謝 那個鄭委 您之前也有協助過國安政府 處理那個 Uber跟網路賣酒的東西 那您覺得說 在國內性的法治上 有哪些環境需要突破 然後推動開發政府 對於通過這些環境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幫助 請您來 兩位都要來談一下這個 那 我很快速講 就是說我們目前 雖然有工廳跟聽證 有這些行政情緒 但是這些行政情緒 它具體怎麼樣執行 其實是case by case 在每個部會 每個地方政府 它的執行方式 都不完全一樣的 那我自己 地方政府層面比較少 我之前唯一知道的就是 因為台北市政府的公民參與委員會 它會打出資料 所以我會有跟著他們 在看說他們怎麼檢討 他們的工廳會要點 然後或者是說在 尤其是三性參與內岸的時候 我有群聖約將這種直播 或者是社後的紀錄 那所以我就發現說 同樣的一個工廳會 它有這樣子的要點 有良好的現行準備 跟完全沒有 然後大家就上來 工廳 它的效果是天壤之別 對 那但是就是我們如何 如何讓這個東西制度化 包含是說 它要準備什麼線型資料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主持 這種很細節的東西 但是它其實是 形勢它決定了這個東西的品質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 更精細的去處理的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開工廳會之前 好像我入閣前 最後一個教學的活動 是在高雄市政府 去帶領就是 進去市長的市政府的團隊 去討論說 公民參與應該要怎麼做 那舉個台北其實會舉個例子 那他們或是請他們 在地的朋友建議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演練 那他們就建議就是 大一股情存案 那那個案子其實是 我們目前就是 林俊院長也非常關心的一個案子 因為關係到就是 兩萬人左右 他們的身體健康 然後以及他們的文化記憶 如何保存這些 但是其實我們回去看說 這樣子的案子 它在實際變成開發或建設之前 決定說 這個東西本身要怎麼做 我們有沒有行政程序 來做這件事情呢 它是比較缺乏的 就是說通常是公布你們意向一定 要讓你的計畫已經開了 你錢已經撥下來了 我們再按照行政程序去走 但是在這個東西之前 先去問當地的人 我們行政程序怎麼樣走 對你們比較好 這個東西其實是需要 目前需要地方受掌的抑制 才能夠完成 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個規則 所以我們前件事實上 該怎麼討論 那所以確實是 目前完全是case by case 像非煙行村是一個程序 我們也知道南鐵東西 是另外一個程序等等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在中央的想法是說 我們就是先不管目前的 正規的法規的做法做到怎麼樣 我們先做一些優規的東西出來 就是說優與現有法規的東西出來 然後我們來檢討說 它是不是在公務人員的承載體之內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能不能把它盡可能formalize 變成一個像playbook這樣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我只要按照123這樣做 我就可以省去很多後期的成分 那這樣子也減少地方的議員 跟市長們的政治壓力 因為目前會覺得說 這案如果做優惠做不好 他們是賠上政治上面的 credit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可以幫忙的 對 我覺得這個還滿關鍵的 也就是說你看到最近這半年的很多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都是因為我們在程序上面 現在都不穩定 沒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程序 比如說那以剛剛講大領土為例 這個東西現在算是還滿前面的 還滿前段的 所以就是說我也滿期待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在某一些政策 在更前段 就能夠一方面是釋放出來 然後讓民眾大家可以成立討論 可以釋放 然後那這個是程序上面的改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過去多數計畫上面 也還是有所謂的民眾參與 就是說他就是同開展覽30天 然後你可以講他意見 然後去 然後那些意見會送到部委會 你去討論他 可是在部委會常常會講說 基於總體考量不便於採納的意見 然後就不用在那邊 對對對 所以這樣的話根本 那對於提案的人沒參與感 他也不覺得我的意見有被重視 然後總是好像覺得只是我個人的小小意見 就不對 所以但是你如果跟公務員說 那螢幕再更前段一點 那就變成是 以目前來看是沒有規定說要那麼不錯 那他就會可以做可以不做 那他如果要做一定是他也很有熱情 願意來溝通你才幹嘛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是我們應該 也像剛剛政委講說用優規 就是說用一個也許有不一樣的做法出來 但是不一樣的做法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好像是不敢解決問題 就有困難 要不然現在按照舊樓的方式做 現在都碰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是不是前面的這段混亂我覺得還不一樣 就是經過了這段之後 我們應該多討論一下程序 就是說好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一些牽涉到人民利益的這些事情 到底程序上該怎麼做 按哪一些東西我們感覺就是 甚至未來的老婆有些啥立法 規定起來就是說前面就是一定要怎麼樣 再怎麼會怎麼樣加 還有一些東西 那當大家對於程序都比較清楚的時候 老實講其實是可能很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他還會比較心情比較穩定 他比較不會覺得說 要不要現在趕快提到抗爭的程序 要不然一定就被你搬過 不然就最後一次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程序 但應該也可以某種程度把最近的方式這些事情 把程序的概念再整理一下 比如說最近勞動部那個一休一滴啊 那個事情也可以再講 也許對勞動部而已 他覺得我很多程序都走了 對不對 那他覺得我照這樣來走 可是為什麼還是會有那個爭議 大家就是可以檢視一下 那一個以那個議題為例 他走的程序是怎麼樣 那那個程序中的哪個部分的環節 還是有可能在進步的地方 或者像現在在討論的就是民進的部分 那民進在程序中 所以民進現在是有可能一看 他先拉出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說我前面的願力挖 要長時間來討論 然後相關關係厲害的 大家如果來討論沒關係 我們不會馬上去看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 所以關於程序這個 應該鼓勵大家從那個現實面 跳過出來看到程序 然後也許對這部分慢慢 這時候會有共識 我們就跟你講 以後很多事情會處理會比較好 連續剛剛的話題就是說那個 那曾副主委這邊可不可以就是談一下說 您之前在那個飛驗新村獨漫的那個部分 您覺得從那個案子裡面 怎麼會留一些就是 有沒有什麼 從這個經驗來看 怎麼樣子可以協助打造一個公開的開放政府 這個部分 然後談一下當時的經驗 請進去 那個飛驗新村這個案是去年 去年3月市政府那個市長就說 不然我們就拿這個案子來當開放決策 這個事情這樣 所以這裡是 因為它原本 台灣市政府是有一個對開放政府的看法 它是認為有三塊 一塊是開放服務 就是說很多服務讓民眾知道 然後民眾也可以提供想法 開放服務的 那也就是開放資料 第三個是開放決策 OK 那開放資料當然就是follow 中央這邊的一些想法 那它 市政府這邊也有進行去 去鼓勵各局處去開放資料這樣 那開放決策這塊就是說 那時候市長就說 用你飛行這個當作的議題 那我覺得當初我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大概也有點像剛剛那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一定先把我後面的程序 是要怎麼走 我先講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也就會有一些 像李嘉華他們這些 對於公民審議比較有情願的一些討論 然後那就是決定 所以我們就說好 我們會前面花比較長的時間來做討論 把利害關係的人 邀請過來 然後大家可以坐下來討論他 那所以那時候設定說 我們初步 第一個當天組成一個 這個執行委員會 包含了這個建設商 就是我們全科大公司 然後包括這些關係的公民團體 包括當地人移賞 包括一些專家學者 這樣就是它組成一個執行小組 那這個執行小組組之後 那我們就討論說 往下的幾個討論的程序 比如說前面大家要先提性問題 所以有三次的所謂的運行工作坊 然後一次一次討論有不同的主題 比如說討論樹的保存問題 討論開發的規模的問題 討論文化資產保存問題 這樣 就用三次的運行工作坊 來比較認真的討論他這樣 那過程中當然每一次大概都有一些工作會議 等類的事情這樣 那我覺得從那一三月 去年三月決定要做出的事情 從六月開始辦第一次的運行工作坊這樣 所以走到今年二月 算是差不多段落了 快一年的時間 那當初就想好 就說前面就是會辦三個 運行工作坊討論問題 最後辦一場比較擴大的所謂的城鄉論壇 邀請一百多位公民 選過的公民來進來討論 就是他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這樣 所以這個程序是一開始就講清楚的 只是說會在什麼時間點辦 不確定因為要看事情的狀況 我想為什麼後來討論 是因為那個文化資產保存那塊 因為地底下的文資要肯有一些考討的調查結果出來 然後經過文資文會討論過之後 要往前走這樣 所以就會配合那個時間 那我覺得這一個規定先生的經驗 讓我看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是 只要我們有好的程序跟好的工具做法 確實是可以讓不同厲害關係很大好 做這樣一看 比如說那個文明團體 就覺得你遠雄根本就是一個壞人 尤其那時候又發發巨蛋 你根本就覺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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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覺得很火大 你根本就覺得你根本是二職商人這樣 可是 可是我們讓大家坐下來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比較稍微 要有共識期嘛對不對 然後要 現在要聆聽對方講話嘛 雖然 過程中還是很多次都很火爆 還有很多次來 然後 有人甚至說不要談了 沒有什麼好談的 走不要走了這樣 但是因為我當主席就把它搭下來 所以就是讓大家持續的坐下來 做了幾次之後 慢慢大家就 有聽 有一點機會聽到人家講完整一點 要不然平常都是靠媒體放話 對不對 媒體就放話 都是放話而已 那個東西是不是不能夠 建立一個了解的氣質 跟那個不相的這樣 就是說能夠聆聽然後了解這樣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透由一個過程 是可以把這些 讓它坐下來 那其實是說 可能我們春天有一個會 我們春天有一個會 我們早上九點一三到下五點 那開完之後 大家就說 哇 怎麼開了這麼久 但是大家覺得還是值得 就是說是有一個了解這樣 這第一點就是說 讓大家能夠坐下來 然後找到第三條出路 就是一定不是原本 公民團體接著這個 也不是原本開外開的卡 一定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一個都要透過一個過程 才能夠找出來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三次過程中也正好搭配的 資料開放這個事情 因為公民團體會每次直接說 你們很多資料都是你們自己 在你們手上啊 我們都拿不到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 你就把它公佈到網路上面來 所以我們後來就非常多 包括不只資深 那你怎麼會議記住這種東西 前面的關於規劃報告 然後或者是說 有些調查的資料 比如說 那時候討論說 樹到底有多少顆啊 那樹 那個遠雄調查的資料 跟他們調查的資料 就不一樣嘛 所以第一次就發現 這些這團資料 那後來就說 好吧 那既然共說共有禮 我說那 我們下午一起到現場去重新點一下 點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確認 到底有哪些樹 對不對 相對是這樣事情 所以也把很多資訊都放到 我們那個 台灣政府的一個平台 讓這個 大家就可以拿到資料 而且更重要是說 讓一些 沒辦法成為資訊小組的 裡面的人 外圍的人 他也可以看到資料 所以第二點就是說 也是透由那個資料 透明開放 然後建立起大家對政府的信心 就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願意繼續走 要不然的話就被你們 剛剛講那個 資訊不對等 然後我就 我會來講 我會去對面的話 講英文這樣 所以那個 透由那個資料的透明開放 然後取信英文 建立一個信任感 然後有人那個信任感 才會比較往下彈 那第三點就是說 我覺得從內的經驗 也讓我看到就是說 可是很多人聽我講說 那貝金村 那為什麼資訊 你不是在更早之後彈 對不對 都已經很小 都已經投了那麼多錢下去了 然後先約了幹嘛這樣 成本 對 成本 所以也確實 後來我們也提會到說 到底要怎麼樣把一些 可能就是會引發爭論的議題 在更前面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難 一個是說 要公務部門要有那個敏感度 就是說 你哪些類事情 是人會引發爭議這樣 早一點拋出來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拋出來的方式是什麼 甚至有些類的東西 好像沒有那樣吵一下 大家也不會灌出來 所以你那些拋出來 可能也不會有人去關心 那好人怕這樣 可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還是想辦法再更前面 更前面 那所以也許譬如說最先我們找的那個澳門 他們來講 他們澳門的經驗是 所以看到的是他們是這樣 他們要求各個部門 都有一個年度的 或者歸來三年的實證重點的希望 那這東西是要寫成一個 類似白皮書跟公民報告 好 那個東西 然後呢 那個白皮書寫出來之後 他也規定要有一定的參與程序 比如說你要辦 正在這個白皮書辦幾場的說明會 然後呢 邀請一些關心這個議題的 或者跟這個 你這個業務官的 這團聯合來的參與這樣 那從這個過程中 也許就慢慢 就你聽清楚說 有幾個問題是比較有正義的 可以考慮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是我們可以在思考 就是說 可以鼓勵部會 就是他們做出一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施政計畫 那個施政計畫 而且他們還 他們就要用一個 民眾獨得懂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就往路 而且也訂出實體的方式這樣 那 然後他也 以那個為基準 他邀請公民來運 然後來討論他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說 可以在更前端 就把一些可能性 那 對 那他也有可能有助於 鼓勵部會 或者這些單位本身 就不去真正去指導 我們做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民眾的必要 或者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 就是 他也會做自我的篩選 所以去形容他政策的時候 我覺得會更慎重 所以這個第三點就是說 怎麼樣 還是要摸索一個方法 讓這個 這個政策形成的 在前端 就能夠有影響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在這一次經驗裡面 學到的事情 那我是 總的來說 是對於台灣政府 有很深的期待 就是說 不管中央部會 然後地方政府 事實上是都應該更多 然後 願意用各種更 各種的方式 其實網絡上面把資料 公開支持 其中一個部分 那個是一個很基礎性的東西 這樣 那可是你願意 甚至比如說 你願意到 直接到那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關係人那邊去主動作夢 對不對 或邀請相關的環境 就來辦說明會 或什麼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容易 也要學習的 公務員要有這部分學習 不然他們也 他們通常都會覺得 好 因為那個什麼 有公立委員程序 這是法定必要的 我非要辦不得 所以我心態是什麼 我就帶幹科進去就對了 我就帶幹科進去 被你媽媽 然後就結束 出來 沒錯 這堂子是完整程序 可是完全沒有溝通的效果 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是對方政府這塊 很期待說能夠有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做法 我剛剛從老師裡面聽到說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有願意帶八個小時的主持人 你要能夠封得住那個場面 那個其實真的 就是說以我在民間的生活的理解 就是說這其實就像老師說 這是例外 大部分去主持公聽會的朋友 其實不一定是帶著這種心態 說我需要加開我就加開 我需要開多久就睡多久 然後其實身段這麼軟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在西班牙 因為他們也是有類似太陽環運動這樣的 然後他們也是在地方有執政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街上學到這些社會學的這些東西 不一定跟公共行政能夠那麼快的去接滾 對 那所以他們也在重新思考 很多公共行政上的東西 那其中有一位他們的市議員 也是一個自由軟體的開發者 那跟我就比較聊得來嘛 他是跟我說就是說 像這一類的這種很小的這種 好比像說放在桌上就可以直接錄 你不用再去一個人去顧著生意 這些這種器材 那其實是有時候會起一些轉變性的作用 因為從他們的經驗來看 願意來公聽會的 尤其當他們處理 像社會住宅這種 比較弱實的朋友的時候 能夠來公聽會 就已經篩掉很多人了 然後他實際到了市政廳 他講話的方式 他的姿態 他的儀態 都跟他平常在榕樹那邊 討論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會覺得要嘛就是 他要事前都準備好非常多 可能問過律師朋友 只是內搞這樣子 那要不然就是說 他會很聚集 然後就太可能覺得說 我真的能夠平起平坐的 跟市議員去講話 即使我們這位市議員說 我也是明天出來 我很願意跟你平起平坐 可是那個氣氛不一樣 所以他後來就想出一些辦法 然後他實際就去那些即將開發的地方 然後甚至直接在那邊 但是在那邊討論的時候 就是用這類的方式去把它記錄下來 那他事後再用不管是VR或是信用方式 去重新進入那個真的討論的現場 那總之他的目的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接觸到 實質的議員關係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 是讓他們建立一個公改 就是是在自己能夠舒服 而且覺得實際看得到 可能有幾棵樹就看得到那幾棵樹 在那樣的情況下去討論 而不是說好像非常抽象 強度跋涉到某個地方 然後你只有一小時的講話機會 等等那種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說怎麼樣讓他延展 在時間跟空間上延展 是我們這些做自動訊可以幫忙的 但是具體要往哪些幫忙 確實是實際做社區的關係 才會知道 鄭文你剛剛有提到說 新的科技 新的器材 就是開放政府的一些益處 那就是想接著就是再請教說 那鄭文覺得說 接下來您對於如何運用科技來寫出 政府改善施政這個部分 那部分有什麼樣子的想像 是 OK 我想分析你們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 我們說自通訊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這裡是 那我剛才才在就是跟潘助長聊到說 我們目前每一個部會內部 其實都有他們其實廠商堅持的 其實運作也還蠻順利的 他們內部的自動訊系統 但是通常我們碰到這種東西 在於議題的時候 如果它剛好只屬於某個部會 某個機關 這個時候我們運氣也好 但是其實大部分時候並不是這樣子 大部分時候它是 要嘛是在同一個部會 像外部裡面 其實它是發屬 或者發不同的機關 要嘛就是它乾脆就是發部會 而且還不一定哪一個部會是 就是clearly是主則部會 那這個時候 當我們要收集這種跨部會的 自通訊系統的時候 馬上就會碰到說 可是其實他們不對接的這個情況 我們有碰到幾個部會 就有幾階層 那麼多條線要處理 那這個不只是 我要講的不只是資料交換 也包含就是決策過程的追蹤 例如說公聽分會紀錄 是每一個部會首長要的時候 他當然懲罰人員都會給出來 可是這個紀錄的製作過程 別的部會人其實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就是他們自己一套系統 那所以說我覺得 每一次我們在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 要推這種跨單位的資訊交換的時候 在以前我們的做法就是不得不在民間 自己再建制一套系統 那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是 就是用Google硬碟 因為是大家最熟悉的嘛 那也有人用Dropax 然後也有人用 好比像說就是Facebook 甚至有很多人把它informally 當作工作群組來用 開一個Facebook group之類 那這樣子的問題是說 每一個不管是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或者是Dropax也好 或者是Amazon也好 這些系統的服務提供者 他們在設置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設計來當作公務系統的 神經系統用的 他們是設計來當作可能個人傳播媒體 或者是社群媒體用的 所以每一次我們在建制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改它 然後去試著在上面有點疊瘡架物這樣 加一些因加出來 然後去開發說 我們怎麼樣結合這些系統 那做的也是很勉強 那而且這樣子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勢必不可能再實行細則 或者在要點裡面說 你就先去Google開一個帳號 再去Google開一個帳號 再去Dropax開一個帳號 這是不太可能納入公務體系的一部分 那結果就會是說 第一個它會變成 我們在知識管理上面叫做Lore 就是說指在某些人裡面流傳的 一些情境知識 而不是能夠format 變成能夠管理的那種知識 那所以這批人如果換掉了 這個Lore就不見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每一次引進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在增加事務人員 又要去學習一套新的東西 那我們大概也知道 你手機上有通訊軟體 你裝到大概三套的話 你的生活品質就會開始 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你就會要在不同的傳訊軟體 從連接換來接換去 那導致生活品質下降 然後角色品質又跟著下降 所以就是說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做自動訊的人 看起來就是系統性問題 那所以我自己具體上面覺得說 我們至少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先去盤點公務體系 目前怎麼用這些第三套系統 然後我們試著把這些第三套系統 它們實際用到的那些部分 我們透過雲端的建置 因為本來國發會就有一個 就是很可以延展的雲端機房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雲端重置 重現所有公務體系的朋友們 目前已經在使用這些外部系統的 一些特別的功能 然後我們在這個雲端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在雲端設置好了一套系統之後 它沒有去區分說 這是放在衛福部的主機上 還是勞動部的主機上 它們那邊的承擔只要填一張單子 馬上就可以整套靠過來來用 而且如果它這邊用的人是1000人 這邊本來只有10個人 那雲端我們可以馬上擴展 變成實在機器 實在虛擬機器給它們用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就會變成是每個部會它自己的創新 它可以很快的在自動訊場 給其他的部會去參照 甚至給地方政府去參照 那這個是我目前 至少從我們辦公室開始 我們的檔案共享 我們的行程 我們的日誌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表單 我們就會直接用 國發會的這一套雲端機房來建置 那因為我們採用的都是自由軟體 所以當我們在改做的時候 我們只要自己去 好 我自己就會改 但是就是說我請民間朋友改 或者是我請廠商改的時候 我都不需要再去拜託Google說 你上個版本的Google spreadsheet 有我用的功能 你該管把它改壞了 可不可以改回來 Google其實不太會理你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保持我們想要的那個功能之外 我們自己加新功能的時候 也可以擴散到其他的單位跟機關裡面去 那我覺得 這就是為什麼我把自己稱作功夫有功能 比如說除非自信訊系統是 要嘛是增加他們決策品質 要嘛是減少他們的時間成本 讓事務官朋友們能夠提到下班 不然為什麼他要來用呢 對不對 對 我們的競爭對手並不是 我們競爭對手是這些外面的服務提供商 我們競爭對手並不是我們的事務官 或是我們其他決策體系的朋友 他們現在用這些方式是不得不然的 對 那如果我們每推出一個系統 能夠減少他們的一些 例如說在天災發生的時候 他們自己的內部網站就會發布到外部 可能緊急災害應變 那你瞬間永來非常多人 那不要說災害了 一個颱風來要不要提克 那馬上就有可能網站就擋掉了 那但是在緊急事態發生的時候 這其實是第一個不能當掉的東西 那像這種東西 我們以前在臨時政府裡面 我們就會自己駕一個叫做很厚的 去用分散式流量的方式 用雲端系統去分流 那所以每次好像氣暴發生的時候 乘暴發生的時候 或其他像31877 看起來我們也覺得是救災的 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是駕這樣子一個系統 去承擔這個民間去看這個流量 那但是我們之所以會需要在外面駕 是因為目前公務提供 沒有一套很方便的方法說 我們目前現在要發布的這些 緊急災害應變的東西 我要馬上把它放到 雲端的分流系統上面去 讓大家能夠很輕易的存取 所以說我們的 我們叫做PITES 就是我們這個辦公室 開放數位創新空間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可能會推出的第一個服務 就是在這個禮拜六會請G&B的朋友 一起建制的 就是我們把每次在天災發生的時候 G&B建立這種緊急應變的分流系統 我們怎麼樣直接把它導入來 那當然它的網址也會是PITES 點NAT點GOV點TW 系統還是同一套 發布的都還是公共的資訊 但是我覺得說一方面可以增進民間的信任 因為畢竟它看到PAC的資訊 有些人民可能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行政院發布的 其實它是貼在行政院的網站上 那如果網址是NATGOVTW 大家可能信任度會比較高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同仁就不需要再去學說 我還要學怎麼用EtherCount 怎麼用Google 怎麼用Github 才能夠加持這條系統 它可以直接登入我們的 國發會的雲端系統 就可以自己發布這種東西 那每一個我這樣講的 都是很小的case 開發的週期可能都是很新期 來計算 但是所以就這樣一點一點一點的 幫大家省一點一點的力氣 我覺得慢慢才能夠做到說 我們說open data by default 就是說每次看這種事情的時候 它產生出來的資料 就是解割它的資料 然後我們未來就可以做換它 或者做其他的一些外的引用 大概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次要做的 先從小的地方就做一步慢 對 就是省你5分鐘的力氣 省你15分鐘的力氣 就是說我是覺得 應用這些新的工具 是真的要對公務也幫助 就是說要嘛 就是它也許是它可以更有效率 也許會有些種工具被你拿掉 或者這樣子 要不然的話就被你增加新的事情 我常常在開玩笑 就是一個切身的案例 就是說我們以前我在哪一大學校裡面 我們那個就是公文 公文系統就上網 但是其實 其實公文 要在線上簽公文的時候 我就要有個帳號 然後因為他們大概有資安的考慮關係 我就只有在我研究室的那一台電子 可以上去 不能用手機 不能用什麼標 好 那我曾經 我那時候就是 我是所長兼院長這樣 那一個一個事情來 一定是我們 我們所的助理那邊 就收到那個公文 然後他就叫我 不是以前紙本 他是叫我簽 他現在先叫我 那個電腦 就告訴我說 有一個資格公文 那我就就先進去 然後簽 簽了說我要把他退給他 對不對 然後他再把他再報到院 那院的院柱在那邊 就在通知我院長 就通知我 然後再簽 然後再知道學校去一下 好 那最後要這樣 但是呢 以前是紙本的時候是這樣 紙本裡面他那邊就 就所長簽完就簽上面 院長 就簽完然後就完成了 所以有時候他 有時候我是這麼好下班要回家 他就跑到憲哥場裡面 碰到我就直接拿紙本給我簽了 然後我說那這樣的話 這個公文電子化到底有寫什麼 直接有增加效益嗎 我啊 我啊 所以他講也是 你要是你指南用沒有人要用 對 所以後來他們要去聊他並行 然後 所以我意思類似像這樣 真的我們在思考說運用這工具 然後說希望公務員 這些同學要用它的時候 一定要他覺得說可能初期 你需要花一些學習的成本 好那學一下 可是真的 用的時候是應該是 好 就是幫他解決問題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要隨時幫他解決問題這樣 應該要隨時幫他解決問題 不是說 好 要再多一個工具 然後又多一個 然後又再擺在事情裡面有減 對啊 對 就以剛剛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像 其實從 就是我主持協助主席運用的開始 或者是用這個 就是電子擺板 對 對 那像電子擺板其實我就覺得說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入門的地方 因為你本來就會用筆 對 它的感覺就跟筆跟筆有什麼兩樣 那 所以說事實上是 就是我們說使用者的體驗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本來用紙是這樣的一種體驗 對 而你進電腦的時候 那個體驗完全不一樣 你要先找密碼 可能找你的自然而憑真 對 你的紙你是蓋個印章啊 那自然而憑真 它是進去打密碼 然後再出來 然後按照這邊講 還要再好幾次 那其實跟本來的那個程序是不一樣 它不是說本來有五個程序 你每一個都翻譯到一個電子化程序 而是電子化是自己的九個程序 而且跟本來的順序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本來學會的那個東西 可能就要丟掉 那我覺得那個是很可惜的 因為本來學會這個東西 就是人跟人之間相處的 我們一些作業的習慣 所以我才會覺得是說 大家都說公民科技 那最近公民科技當然 有些政府開始採用比較高科技 但是我之前在民間的時候 我做的大部分的工作就是 我們叫做輔助式assistive 對 不管是輔助式的公民科技 還是現在開始要做輔助式的 就是政府的科技 它的後面想法就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不是為了說取代了人 它是說讓人在作業的時候 能夠用它最習慣的方法 但是做到更多 而且省開更多的力氣 但不去改變它的機構的習慣 但是像我們如果現在手上 有一個公文系統 我們想要變成它可以 好像老師可以在電子池上 就把它簽完 好像你的簽名 這邊可以直接讀進去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如果當時 公文系統在建置的時候 那個廠商它的API 就是我們說應用程式的界面 它就是機器可讀的 它不需要是開放的 它只要機器可讀 有一個目錄 有一個stack 那這樣你就可以請第三方的開發者說 好 我這邊有一個電子池 那請幫我把這個輸入端以扣 接到它那邊 輸出端口 接到他們的輸入端口去 但是如果一開始這個端口沒有開放 它唯一開放的就是 它幫你制訂好那個流程 那個視窗 那這樣的話其實除非你用 這種很奇怪的方法 去模擬人按滑鼠跟按鍵盤 也是有這套方法 事實上很多替代益很會寫這種程式 但是事實上 它就沒有辦法規制化 那個替代益不在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用那套系統 對 就是說與其我們削足視率 去把它應接上別的系統 不如我們在採購的時候就說 你要先把端口開出來 那我們未來接別的系統的時候 一方面也讓廠商 它更能夠去做系統整合的案子 它可能以前都直接這個 但它慢慢可以往系統整合去走 那一方面也讓新的就是使用者 能夠去按照他的習慣 或甚至新的東西 因為以前大家也不知道 會有電子彈蛋嗎 那能夠比這樣子的輸入 也是這幾年的事情 那接下來這個東西都可以捲起來 那就是未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可能要求廠商 在開發的時候先去預想到 四、五年之後的公務人員 那樣是什麼device 那我們唯一能夠期待他們 就是說他們把這些端口開出來 那我們等新的device出來的時候 我們試著把它就是放進去 這樣子 那至少要保留這個環境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謝謝 謝謝 趁我剛剛提到 你就是輔助式的科技 來幫助是公務人員 就是讓他們的工作可以更簡單更順暢 那就是可不可以再我們再聊大一點 比如說對開放置領的政府這部分 科技可以幫助政府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OK 聊大一點 好啊 你們期許 OK 好啊 這個我很尊敬的一位研究者 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民權主義第五獎 曾經想過他的一個經驗 就是他當時是坐一輛汽車 然後好像在上海吧 從某個地方要到某個地方 然後他這個感度 然後就告訴司機說 這個你一定要給我最快的水下去 這個來看 但是司機不聽他的話 回去走小路 然後繞了一堆捷徑什麼遠路之類的 那他在車上就覺得很急 還有他趕不上他的忘記是輪廠 還是什麼東西了 那但是呢到最後他就發現司機是對的 因為他他真的就是準時到了 那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他本來要走 那他路會塞車 那然後那司機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他呢也不知道這些小路 其實看起來不安曲曲 但其實可以開得非常快 因為上面沒有別的車 所以他就可以由門開到領域就到了 那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比喻 他用來比喻這個人民跟治理機器 跟政府中間的關係 那他認為說 就是政務人員就像人民選出來的司機 那這個事物體系 沒有他沒有說事物體系是那輛車 但是這樣我哪有理善吧 是是是是那輛車 那然後那但是他的重點是說 要把它看成是專門家 那就是專家嘛 那治理的專家 人民應該是信任這個專家 他能夠去用最快的方式 去達到人民要的那個方向 但是那個方向是人民用投票來決定的 那這個圖 這幅圖示在100年前當然是非常的先進 可能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一個圖示 那可是我們今天用現代的駕駛科技 來看這個就會發現 這個中間有很多資通訊可以幫忙的地方 好比像說如果這個乘客自己身上有微信導彈 對那或者是說如果司機他一開始就是設定微信導彈 多少等等這些東西 那有了這些資料 乘客才可以知道說司機不是在騙他 因為按照本來民選主義的講法是 如果司機騙他 你四年後就不要選他 或者你就把他罷免掉之類的 那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這個成本是牽涉全民的 那相反的我們現在很多政策 它是有點類似共產的概念 就是說一些利益關係人想要到這裡 那另外一些利益關係人 他其實想要到這裡 要達到這裡 我們如果一開始就是說我們要到這裡或那裡或這裡 看起來是衝突的 利益關係人也許就吵起來了 但是我們如果有一個 evidence 告訴大家說你看我們先到這裡 再到這裡 再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下車 大家都可以到自己到底 我不用開到這邊回頭 開到這邊回頭 開到這邊再回頭 再去再一批人 那我覺得目前就是這種回頭啊 倒車啊這種狀況 對各級的治理來講都是蠻傷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做某個方案 ABCD方案 那A方案因為這個人民抗議 所以A方案就不做了 那我們改下來做B方案 那B方案呢 這個另外一些人民抗議 絕對不是同一群 那然後呢也許又撤回 然後我們再來做C方案 那C方案呢可能因為媒體去關注別的了 所以終於沒有人吵 可是呢 C方案是不是真的連一方案好呢 未必見得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這輛車它的磨損率會非常非常高 那事務人員的消耗 我覺得是非常快的 那再相似的我覺得是過程率 那目前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這個聲量透過社群媒體 它真的每一步 A方案B方案走出去 感覺上都那個不可行 那個聲量都非常的高 那我們現在覺得資託訊可以幫忙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互相的原因 就是說你現在其實不是開發 是只做這個就是孫山老師一個人嗎 他是做著幾千萬人 那如果有辦法去試著協調說 我先到哪裡 別人稍微等他一下 但是他你還是可以到你到了地方 然後到最後大家都能夠看著 就說確實這就是大家都到自己想要到的地點 最快的那條路徑 而且你不需要相信司機 你可以透過你自己的方式去檢證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整個信任感才會提高 然後大家對於這輛車怎麼運作 才會慢慢慢慢去理解 那不然的話 因為你開完之後 你可能整個報廢料再換一台 那這樣大家比較難理解說 具體公務機關是怎麼做事 它的引擎 它的油門 它的所有這些東西是怎麼做的 那當然在以前 我們說明治未開的一百年前 這是奢求嘛 你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公佈這些資料 就要求他知道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每一個甚至只是年輕人 甚至是小孩 他們都有充分的互相連結網絡能力 所以像舉例來講 在高中生討論客干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即使是高中生 他們的同儕團體都可以對教育部的 非常複雜的政策做出 非常有意義的討論 而且並不輸給他們的公民老師 那他們並不是本來學這個的 他們不是學這個的 而是說現在有非常多的公開的知識 然後這個我們國家 它的行政程序所有這些東西 它是用公開的方式放在網路上 所以一旦小孩對這個有興趣 他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裡面 一兩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就達到一個跟我們制定政策的人 平起平坐可以討論的這樣一個狀況 他不一定能夠說怎麼樣做比較好 但他至少可以具體的說 你說你要去的地方 跟你自然做的好像哪裡都太一樣 這樣子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如果連高中生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沒有道理覺得說 一般成年的利益關係的落敏 不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所以我覺得具體來講 資通訊就是三個嘛 一個是說把這個司機這個位置 他看到了所有的資料 他怎麼做判照的這個東西 有點像是GPS導航一樣 他能夠分享給乘客們 就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讓後座 我們叫做 就是Bank Seed Driver 後座的司機們 就是常常我開車其實是後座 就是要往往走開往右開 他們自己能夠先凝聚出一個 他們自己的共產的那個Plan 然後這樣子的話才不會一直折範 就是另外一個 那這也是自動駐駛機給幫忙的 那第三個就是對於這輛車本身 就是治理結構的本身 我們如果能夠進一步的去了解 每一步像剛才老師說的這些程序 我們如果把它Codeify 把它維持化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覺得說 這個程序也是公有的 我如果覺得公聽會要點第五項 我覺得有會增強的部分 那我在我自己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我就自己先試試看 用新的方法開嗎 那我要說開起來覺得很OK 那我連這個季度 我也許就是請主的部位說 你看你這邊多加一點的話 規定效率會更好 那連這個東西 連車子的結構本身都是大家可以去分支 去實驗 然後去加入的 那我們這個治理機器 才真的能夠變成是大家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民主的 就是走到這一步 他必須要開始往這個方向引化 不然的話他在意民主是 確實是在某些地方 比起民主之中之 會一直被坊間的人 會覺得說沒有效率 或者是說會有各種各樣的必定 等等民粹這些東西 有沒有我覺得說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變成民主之中之 而是說我們要往直接民主的這個方向 再多去形成 這樣子 我覺得又當那個 應該是孫中山的現代感 這個比例很好 對 那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 因為就是說現在這個 這個新的時代 華資通訊的這些技術 跟這些這些新的社會 有點民苦持掛 好像大家的持續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現象是 就是好像以這個車子為例 就是車子裡面坐了很多人 對不對 那這些人都是很怎麼樣 就是 就是 因為他要取得意識很快 可是都太快就很做情緒性的反應 就是說就直接 他可能才看到那個 那個要轉彎的那個紅綠燈 他就已經有意見說應該要右轉還是要不走 然後就是一大根意見 而且就是 真的是很情緒性能表達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困難 也就是說 好 現在要取得訊息 然後那個訊息可能也還不完整 然後就馬上做了一個判斷跟價值的回應 然後就會形成所謂的鄉民的意見流 我們把它弄成這樣 那個意見流是流染流去的流動這樣 那可是呢 政府部門又面對這些意見 又有點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然後覺得他沒有這樣講 然後我就 所以才會又可以搞出那個 父子騎禮的那個那個關鍵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部車子坐了很多人 然後有個司機 然後結果大家那意見太多 好像記得也太不太動 就是往這邊也不對 往那邊也不對 然後又到了很多路 怎樣 現在問題出了這邊 是 所以就像剛剛唐貓講 就是說 那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 譬如說有個GPS 那GPS也都得到大家的同意 就直接幫我們做的判斷 那他建議說三條路嘛 有一條路會多一分鐘 有一條路但是路怎麼比較長 為什麼講 大家來討論 然後這也有共識 而不是說就是司機走了 我們再看看機會怎麼樣 反而是有機會這樣 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現實世界裡面 我們就被人家去想 就說好 也許要怎麼看看 就是因為透過那麼多的臉書 LINE或什麼 或者包括那個美女生的名嘴 表達那個前面以前一定是會有的 因為不可避免的 而且他們為了吸引那個收視率 一定會比較比較 比較 比較散動一點 比較散動一點點 對 一定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們應該把那一段 視為整個程序中的難度 對不對 所以對程序一定要有看法 對不對 那一天當然沒關係 我們都講很多話 可是我們在 這部分 當然也許有政府部門 就會收集了這意見說 好 我們就再來就會 有一個是 大家來討論的一個過程 就像提點 他就告訴我們哪些 大家的問題 對 然後再來再討論他 所以還是會有實質的討論 對不對 那這個程序應該走到什麼程度 然後再好才會到哪裡去 我覺得有這個的時候 也真的都會讓大家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這時候那個 包括名嘴 他覺得他也不用講那麼多 因為那裡只是一個階段線的而已 你拋太多 或者一個物體也不用沿著那麼久 好 因為這樣優先到一個程序去 這樣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要去釋法那個程序 然後在這個程序的階段 裡面如何運用現在新的工具 來當那個人 我覺得這個一個很好的理由 不然我們就真的是 像我們有機會用無人車 對啊 那是不然 真的 真的無人車就是直接民主 但是在此之前 你就是要對無人車本身 你要了解 來 對車子 這樣 我遇到這個 接下來就是 那再請副主委跟總統就談一下 就是說對於未來的開放政府 各自有什麼樣子的期許 來丟臉 我們剛剛不是 對 簡單的說 我覺得那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 只要一直走 一直走 但是有希望更多人對這東西是有信心的 所以要往那邊走 雖然過程中可能會混亂 可能會有很多困難 甚至會失望 但是不要因為那樣 我就覺得 回去以前好了 就像那個 郭遠入學都說 回到檢德旅考就好啦 幹嘛那麼麻煩 類似這樣 這會是反制 就是這樣不行 我說希望大家對於往開放政府走 這條路是有信心的 然後大家共同來思考說 怎麼讓他走更多 多一點討論 我覺得多一點討論是 這樣講 我想稍微再補充 就說明一點 今天談到的那個主要主題是開放 但是我看起來是有兩個方向 不是方向 就是兩個subissue在討論 一個就是開放政府 一開始就在談開放政府 我們後面一個 政委稍微有帶到一點 是開放的技術 因為他有提到說 有些將來的一些應用的技術 我們盡量會用一些開放的技術 來把它達成前面的開放政府的這個目標 那開放政府的部分 他們當然從前面一直談 都是參與次的增加 增加那個參與的廣度等等 那個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我在這個位置上面 就會比較期待說 一個是從上到下 一個是從下到上 把中間這一層去做一個跳 包括心態或者做事方法的一個調整 從上到下 包括像副租委或者是政委 或者是更高層的長官 我相信這些都有一種體認 就是我們一定是走開放政府的這個路 那這個決心下下去了之後 怎麼樣去影響忠誠的 然後從下到上的 就是民眾現在其實已經有這樣的需求 或者是這樣的行動已經出來了 怎麼樣就由下到上 也是影響中間這一層的這個做事的方法 因為從我的某些的理解來看 中間這一層的這個政府的從政 從業 你不叫叫什麼 是公園 公園 可能他會覺得說 以前在沒有開放政府的時候 他們也會辦公聽會 也會辦這些 他覺得他對於這個厲害關係的人的掌握 我所謂的掌握就是 他知道哪一群是厲害關係的人 他覺得這一方面的理解程度會很充分 可是在現在的這個社會環境底下 也許當時的這些的厲害關係人 仍然是厲害關係人 但是可能還有另外一些 不是他能夠知道的厲害關係人 實際上也跟他要下的決策 或者他要做的一些建議 或者我做的一些可能也是有關係 可是在現在的環境 以前可能就是那一群人 但是現在可能還有另外一群人 也跟這些事情有關 譬如說這我剛剛舉例那個車子的時候 搞不好原來只有春中山一個人坐在後面 現在是很多人都坐在後面 原來的司機他只知道春中山叫他去哪裡 可是現在有更多的人 利用開放政府的技術 然後開放政府的做法 可以讓更多後面的人 能夠去做參與這樣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說Stakeholder 其實範圍是越來越廣 不是他完全能夠理解 能夠掌握的 他以原來的做事方法 或原來的想法去做的 他可能會聽到另外一邊 他沒有聽到另外一邊的聲音 我剛剛聽到那個 就是通常是決策出來了 突然在街上開始聽到他們的聲音 對 那最後一點是補充的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一些服務的流程的部分 國發會這邊也在思考 已經思考說我們應該要做服務的再造 整個服務的再造 不只是組織的再造 組織再造之外還有一些服務 對政府對民眾的服務 或者政府跟政府之間內部的服務 應該也有一些再造的這個空間可以再去做 但是這樣的一個再造的過程當中 可能也就不再是整個政府自己去做處理 應該有一些民眾 民間的力量 像政府或一些社群的人 他可以參與這些政府再造的這個過程 服務再造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引進一些 我們實際上也在小規模的 去做一些測試 嘗試 像經濟部有辦那個 所謂的叫做疫苗搞懂政府網站的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的結果 這個比賽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些民間 能夠看看政府現在的網站上面的服務 有什麼去做改善的這個空間 結果他們的這個比賽的前幾年 做出來的這些網站 的確也都是跟原網在一比 比相互比較之下 那個民間人士所規劃出來的這個網站 他的服務流程性就非常的流暢 就能夠確定 因為是實際用的人在說 對… 那類似像這種小小的比賽 然後這種一種互動 可以讓政府內部的人了解說 引進民間的資源這種思考方式 對於政府的服務是的確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個我們會持續 而且會慢慢的擴大 對… 我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完全同意 就是他們出版的講法 然後… 而且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說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我們用的這些技術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那…其實在全世界 尤其是比較… 可能有自由軟體 像巴西的這些國家 他們其實也非常… 非常早就開始使用了 那… 當然我們這邊有一些用的 其實也滿領先 像我們Open Document 用的那個普及率 就在全世界來講都還不錯 那…但是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這些實際Technical技術的 這種基礎 我們是能夠跟全世界的社群 一起開發的 那…這些技術 怎麼樣應用到公務流程裡面 好比像說之前我們提的這些 提點子 或者V台灣的這些流程 欸…它就會變成 好比像說英國工黨的領袖 現在就拿它來當政見 就說欸…台灣做得出來 或是英國做得出來 這樣子 那…或者是我們在 在伊拉利 在西班牙 在法國 在其他地方 在紐西蘭的朋友們 也都會給我們說 欸…我們這套系統 他們去用了之後 他們是沒有加了什麼東西 我們也可以拿來去用 是一個實質的雙向的外交 但是呢 這邊唯一必須要有 就是台灣這邊的使用者 自己做的 就是剛剛所說的服務規劃 因為每個地方 具體使用公務門服務的方式 樣態是完全不一樣 你如果照抄 那即使那邊是得過 這個英國網站設計大獎 的服務網站 你照照過來不一定會 對 因為跟使用習慣真的是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Design Integrity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架構式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 你要把政府具體上 跟大家一起互動 過程裡面那個服務 去用設計思考的方式 去讓他理解說 這是一個服務流程 而不是只是機關網站 機關臉書 機關的部落格 機關的LINE帳號 機關的這種技術的東西 技術的東西我們都可以 透過國際社群 來開發 來做實質外交 但是服務設計這個東西 真的需要做電子化政府的朋友 跟就是民間會做服務設計的朋友 一起來做 這個是我們責務防貸的 因為不可能請這個全世界的朋友 來幫我們來連結 麻煩要是我們責任的 我是從小的 社群人的原因 是我們責任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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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